雨萱 我们要讲 现在台湾跟美国 现在军事合作感觉上 以非五叉蒙 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升了很多个等级 第一个人讲的 你现在海马斯 已经什么名火池上 公开的直接送到台湾来 我也不怕你知道 第二个就是 你说这个才是亮眼 而且很少人提到的 就是这个 有人讲的NASOPS 或者说MASMS的 这个防空飞弹 你说这个东西 如果它今天 可以跟鱼叉飞弹 它今天可以 跟海马斯火星弹 甚至跟我们的 天空飞弹 那个比起来更可怕 本来跟陆海空三军 终于到齐了 因为你如果仔细听 我们刚才在讲 所谓的陆军战术导的戏 或者是海马斯火星弹 你会发现个动作 雨缺不对啊 那如果战机冲吵 我们刚才讲到的啊 歼35来怎么办 各位 大丈夫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解决方案 对 因为这个NASOPS 它所配载的东西 全部都是防空的 但你不要以为是 拦截那种 是有攻击性的防空 换言之它是有能耐 将所谓的战机直线给击落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原本呢 这个所谓的NASOPS 它必须搭配两种 才做使用 一个叫做ANTPS-77 ANTPS-78 讲白了这是什么 这是对空雷达 对 它就可以去侦测了嘛 所以在装展这种 侦测单位之后 等于说你空中 有任何的飞行物体 或者是高速飞行的画面 只要从中国一起降 战机一升空 请问一下 它在方圆百里之间 能不能侦测得到 它就可以侦测得到了 所以它天35啊 它是隐形战机啊 我侦测得到吗 对 没关系 你说天35真的不到 那个是距离范围的问题 因为当你越远的时候 你要想想看 台湾海峡两岸之间 不远 非常的近 所以如果当它靠近的时候 或者说有任何的战机呢 靠近的时候 那讲白了 天35真的是隐身吗 完全隐身吗 我打一个问号 你们红旗的东西 你们中国的东西 总是讲得很夸张耶 好 它这车到的时候 开始要看嘛 来 第一个是这个 AN120 这个AN120呢 讲白了 请问一下F16有没有装载 有 有嘛 所以这是对空使用的武器嘛 而且关键在这边 它的射程是160到180 它刚好搭配另外一个 这个叫做AM9X 为什么 这只有37 保雅哥 这时候玄妙的地方来了 请问一下 我们我国原本有什么 有天宫对不对 防空飞弹 有爱国者对不对 那防空天宫跟爱国者 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最多100到200公里 所以这是远程的防空飞弹嘛 那另外的进程有什么 有麻雀嘛 还有我们讲的什么 刺针飞弹 那麻雀跟刺针呢 它就比较短了 开始降到50 降到10 所以你会发现 中间又有一个漏洞 所以这个漏洞就是 又由这个来补 这个逻辑跟海马斯一模一样嘛 就是我做一个高低搭配 战力补强 海马斯跟谁 雷霆2000嘛 那你这个东西 包括A110 它160到180的射程哦 然后之后 它一样 可以增加这个ER型 讲白这叫 增程型到 我们讲185公里 所以换言之 整个在空域里面 你所可以复集药的范围之内 我等于是远中近 三个层次 全部复集 而且保雅哥你知道 我们有这么多肥弹 对 而且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个拿SENSE 它只能装这三种 没有 它还可以装别的 我只是讲其中的部分 最厉害在哪里 它叫做射后不离 Fire and Forget 什么意思 你说雨雪那这怎么打得到 对嘛 战机飞那么快怎么打得到 打得到 为什么 因为当它发射之后 导致它是锁定一个区块 我针对这个区块 我进行我找到你 对不对 我进行射击 那射击之后呢 是由谁来进行追踪 不好意思 我们刚才讲到的 A110自己来追踪 所以说它到了定点位置之后呢 它会开始用GPS也好 或者是热能追踪也好 光学追踪也好 开始自动导航 所以最后贴上 它的标的物的那一枪 是由这个飞弹自主完成的 而过去我们所拥有的防空设备 都没有像这样 有这么精良的一个 我们讲的装置 以及追踪的装置 所以未来将会全方面的 将我们的空域也完全补及 而且我们现在光是 我们的陆对舰 也就是舰射武器里面 我们现在有熊二 我们有熊三 我们也有鱼叉 而且我们也陆射版的鱼叉都进来了 这是我们展示的是 熊三飞弹的威力最大 可是鱼叉最精准 对 为什么你不要以为 洞越越大越好好不好 洞越大只是代表说 它的爆炸范围而已 你想想看哦 我们当时讲说熊三 是不是那时候 我们讲是发射出去 结果你想想看哦 鱼叉在这边 这是熊三 熊三炸了这么大一个洞 来 熊二在这边 这是拿废弃键你来炸 熊二这个洞稍微小一点 但是你仔细看 鱼叉最关键在这边 一个 两个 所以代表什么 它是精准打击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 为什么我说A2A120很重要 因为代表说 它可以精准的锁定目标 而包括这个鱼叉 它的前面的弹头 都是一样搭载所谓的GPS系 不然之当它一旦射击之后呢 它会先用惯性的方式 主动去追踪你 所以就算你再怎么跑 也没有关系 而且舰艇跑得还没飞机快 所以等到接触到舰艇的时候呢 再冲击进去之后 贯穿之后 再进行引爆一举摧毁 我们要最近有很多 台美之间的军事新闻 也可以代表说 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趋势合作 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 或许我们要有任何的买卖 有任何的训练 有任何的合作 都要遮遮掩掩掩 都要在台面下 可是现在不演了 完全公开在外面 之前我们不是讲吗 我们派了很多人 跑到了美国去学习 这个海马式火箭带 如何装铁 如何运输 如何驾驶 这些的画面传出来 又把台湾吓死了 会有这个东西出来 没有多久 11套的海马式火箭带 就已经在我们的高雄港出现 既然要成立了 成立在哪里 成立在淡水 那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呢 你说关键就在于 以前 中国要来包围就包围 中国要来骚扰就骚扰 干嘛讲 把你包围起来 可是如果 我今天有了这个 滨海作战团之后 我有了海马式火箭带 我有了无人机 我有了ATSM 我有了这些装备之后 今天你中国所有的 临岸的设备 你从浙江到福建的港口 都在我的攻击范围内了 宝雷哥不只是我们讲 川普当选之后 中国要倒大煤 而现在就连台海的战事 都叫四个字反手为攻 为什么会讲反手为攻 你各位 这是我们最新一次看到 整个中国的军演 大家还记不记得 力箭2A2B 随便 随便他力箭几型的 你看就是把你台湾包围住 但只要等到我们 115年的时候 滨海作战团成立之后 各位 他的局面会变成这样 反过头来 宝雷哥你知道这一圈 一圈一圈的红圈 那是什么 刚好跟这个重叠对不对 对 那是我们的射程范围之内 换言之 你再来包啊 你所有的每一艘舰队 天上飞的海上跑的 都在我的射程 以及我的雷达锁定包围 所以在前一段时间 你对台湾来讲 你要来就来 你要围就围 你要飞就飞 我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是现在不一样就是 原来这个冰海作战团 刚刚讲的 我有海马式火箭带 我有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 我甚至包括 我的这个时候的天空飞弹 抓上 我有很多的飞弹的射程 这个飞弹的射程 完全归谁管 现在完全统合在 滨海作战司令部 滨海作战司令部 是谁在帮我们辞到的 是美国帮我们辞到的 代表 打帮我们看哦 一 二 三 四 代表我们的滨海作战团 有四个攻击点 而且宝兰哥 这个位置都悬起好了 我会想 为什么悬起好了 第一个 它是沿着西岸 总共是有四个点 由北到南 你说为什么要设西岸 因为理由很简单 你有没有仔细看 当中国对我们环台军演的时候 东岸都压缩到非常极限 因为在旁边有日本 所以你如果战争或战事 越到雷池一步 很有可能日本会从后方来 就有支援 我别忘了哦 日本是它的 我们讲的西南岛屿 那边一大堆 一大串 美军在那边也不防 所以它一定 势必要往这边压缩 因为上次 佩洛西来的时候 他们就试射飞弹 射飞弹 又射太远了 射到了日本的领海 就被抗议了 对对对 马上就 我挽回来 我挽一下 所以当我们把四个铁 塞西南岛之后 你仔细看哦 它所包围的范围之内 这是以300公里 我们讲的作为一个基准 代表说你所有 包括我们讲的 海峡的这个中线 全部都在我的范围之内 而且你这个300公里 就是海马斯 多管火箭弹的射程 对 而且宝典哥 300公里算是客气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现在我先讲 我们现有的 115年即将成立 第一个 飞弹大队 也就是海峰大队 它有什么 它有熊山 熊山你如果说 增程300公里 其实也不是问题 只不过它是我们国产的 海马斯原本 它自己就有陆军 战术导弹系统 甚至还可以做舰载 叫Attackens 也是300公里 它还可以加装什么 如果说美国愿意 援助我们增加 增程型的话 不好意思 可以到500公里 而且再来第二种 还有什么PRSM 就是在这一次美国 我们讲的军演里面 勇敢自盾军演里面 大放一彩的 甚至直接把舰艇 两枚就把1000吨集 集成的 就是这个PRSM 对 精神导弹系统 所以这个来不好意思 它也是500公里 以前我们刚刚讲的 你以前都有 集成战舰的演练 可是以前 集成战舰的演练 通常最后一集都是鱼雷 因为你在鱼雷 在水中攻击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打到龙骨 你才可以造成 最大的伤害力 可是这一次不是 这一次的集成巨演 我透过PRSM飞弹 我从空中就可以把整个船 一刀两断了 对 而且不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要定点射击 那你除了定点之外 你以为是这样子 不是喔 飞弹车 它最擅长的是什么 一二三四 那请问一下我飞弹车 一台我们讲的也才16吨而已 它可不可以绕过 然后跑来开来宜兰这边 可以 开来宜兰这边 所以全台湾都是我的 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你看到的是 只有这样 其实不是 它是整个这样 都只要它道路能通 而且你根本找不到我 我随时呢 只要花个一个小时 是部署阵地 我马上呢 立即就可以装弹射击 然后打完就跑 人在跑 而且不只这样 我们讲的是陆地 它海上还有什么 飞弹快艇不对 飞弹快艇附近可以装什么 也可以装熊山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跟你讲啊 飞弹快艇 它就是一艘船 对不对 它就一美 发完之后 打完我就跑 所以你想想看哦 在这整个部署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海洋监控指挥部 你知道什么叫 海洋监控指挥部吗 别忘了 冰海作战队 它有所谓的陆军系统 那时候我们讲 无人机是要买900台 然后900台里面呢 300台 说是杀人的 600台呢 说是侦查的 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个就是用这一遍 海洋监控指挥部 这把那个一切都逻辑了啦 为什么突然说要买无人机 为什么突然说要买糖黄刀 为什么突然海马斯来了 突然间开始跟我们讲说 美国又要增加什么的 甚至我们的熊风 还有最重要的 鱼叉反见飞弹 冠言之这是为中国 它对台可能侵略的剧本 量身打造量身定做 作为反制的一个单位 而美军已经协助台湾 协助中华民国 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想象化为实践 而且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数字都出来了 这个数字是什么东西 我们刚才讲这个鱼叉飞弹 我们的鱼叉飞弹非常妙 是我们有陆基的 我们有空中的 我们有海上的 我们大概有一百套的 美国最新型的鱼叉反见飞弹 我们有四百套的 雄风反见飞弹 我们有一百套的海马斯 加上PRSM的飞弹 还有我们现在的 包括我们的飞弹快艇 跟大量的无人体 这些未来要全部 统合在滨海作战指挥部里面 华人哥这些概念 最重要一个概念是什么 我们要阻敌于探案 就是说我绝对不让你 越过类似半步 华人哥你知道多管温线有特别吗 你知道多管温线是不是可以打人 可以嘛 人一般的士兵软性的可以打 他还可以打什么 装甲车 你现在看什么叫打人 比如说他其中有一个型号 而且我记得他还可以装急速弹 对 华人哥你讲到一个重点了 他有一个A型 A1型 他就可以装急速弹 子母弹 等一发打下去之后 你如果真的不信了 让共军登上沙滩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进程的75公里范围之内 我可以先用这个火箭 直接大范围的进行杀伤 而且不是这样子 你就说余轩 我注意到一个盲点了 300公里 75公里 那150公里怎么办 BOSS 美军也想到了 他现在研发一种 也是这种多管火箭哦 这不是Attackens哦 真程型 150公里 所以宝洁哥从一支援中进 未来只要配合之后 不管你是软的 硬的 双甲车 战车 登陆箭 反正能打的光靠一台 还把私火箭 通通一箭搞定 而且刚刚的画面 那个画面什么 他居然里面都是 乌钢球的预制破片 乌钢球的预制破片 在这个弹头里面 我可以居然一下子 放了18万颗 而且我甚至还可以做什么 我还可以做这个所谓的 破甲两用的子弹 反正我跟你保证 这绝对是地狱景象 你想想看 你今天是共军 我不管你今天是一个班 或者是一个师 或者是一个呂 或者是一个连 上岸只有200个人 你想想看 第一个先面对到什么 雷霆2000 雷霆2000 那个空炸范围 是整个出球场 就是像各位讲 天女上话 冰冰冰冰冰 然后呢 你还得面对到 有可能带有子母弹 18万枚急速弹 这种乌钢球的肉 我们讲的 海马是我箭 所以对他来讲说 我可能不管是你的人 或者你的箭 我绝对呢 都有各个方方面面的杀伤 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对于两岸已经讲得非常白了 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断的话 美军会介入 美军的海空军 会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这已经是对 中国非常严厉的警告了 那说了这个 非常严厉的警告之后 今天他呢 又公布了这个信函 也就是他会卖给 台湾F-16的备品 那我们是外行人 我们看不懂啊 所以卖给备品 我买了F-16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备品了 你过去在空军服务过 你曾经是空军的 这个所谓的保防官 你说你看到这里面的内容 你吓死了 对 没错 抱歉 最近的这个拜登 似乎是对中国越来越硬 你看他接受 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 对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他有他的看法 另外他又把中国的经济 贬得一文不止之后 让我们想 他后续还有什么动作 今天呢 美国的国 这个他们的国防部 就释出了一个讯息 释出一个讯息是什么 我们准备卖给台湾 2.2亿美金左右的一个装备 要卖给台湾 那你想说 这个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对 才2.2亿而已 这本联系是这样子 F-16 Standard Spares and the Required Parts and the Related Equipment 就是这些东西 好 这是什么呢 他说是F-16的标准跟非标准 还有修 维修跟备用的 相关的零组件 还有相关的备品 还有相关的这个设备 我都要卖给你 你说我们今天跟你买了F-16 对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们备品 卖给我们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重点 在设备 对 还有设备相关 都完全卖给你 好 另外一个还有重点 在这个地方 This equipment will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US Air Force stoc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备品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直接从美国的仓 国防部的仓库 就直接运给你 直接转过去 对 所以这些 那以前不是这样吗 以前都是透过军火厂商嘛 现在是美国政府直接就 把我们现在库存的就给你 好 那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以前我们台湾跟美国 我跟你买军户 可是我要有一个中间商 搞不好还有两个中间商 等于说今天台湾跟美国 我可以直接做武器的交换吗 以前美国都还会透过一个 这个中间商 不然的话 你美国政府直接卖给台湾武器 当然还这一次就直接 从美国军方就 美国军方的仓库 就直接移给你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宝姐 我们都一直在讲F-16来说的话 台湾是一个世界上 最大F-16的机队之一 另外一个台湾的汉翔 你不要忘记 前两天的时候 美国的国 他们军火商 才去看过汉翔 对 看完汉翔之后 他30个军火商来到台湾 他的第一站就是去汉翔 去汉翔没多久 两天之后就批准了这个 所以显现了 他们可能来看了之后 觉得说 可以 可以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 你要把它连起来看 就批准了这个 那批准了这个呢 我们可以确定什么 F-16了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是他 非常大在东南亚的一个 所谓的相关的维修工厂 未来可能真的会变成是 F-16的所有东西 都在这边来维修 所以更确定的是 台湾现在的军火库 是跟美国的军火库 两个是互相连通的 对 我觉得这个意义 才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 等于说我们现在缺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搬过来 对 因为他有讲到 就是我们有跟他争取嘛 我们跟他争取说 我们要什么东西呢 结果美国就说好 那我们就愿意给你 对 所以等于是给的速度 还有按照我们的 我们现在等于是 我们跟他要什么 他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给我们 对 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 以前我们要跟他要什么 有时候他还推东拉西的 而且我非常好奇是 我们今天买的量 到底有多少 我们这个设备 到底有没有多么样的高级 因为我们知道 你在保修里面 有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厂 你如果说 今天我们就可以担任到了 四级厂的一个工作 等于说整个亚太 备品我们有了 这个备品可能不只是台湾要的 搞不好是韩国要的 搞不好是 那个所谓的新加坡要的 搞不好整个亚太地区 备品的这个所谓的储存地方 对 竟然有可能在台湾了 对 或许这是一个 长线的这个发展 孙大级事实上 现在暗示了什么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是越来越强烈 而且越来越积极 我就直接从美国仓库 把你要的东西 搬给你了 就这样子 未来搞不好会 搬越来越多 你只要有需求 你提出申请的时候 搞不好都这样 因为美国 你以前在空军 你那个也是F-16L 中队 没有这样干的 当然以前是 一定都透过 所谓洛克希德 马丁民间公司 这是民间交易 现在是直接政府 对政府这样对接 什么政府对政府 那是什么意思啊 承认你也是个国家 才会这样做嘛 所以我觉得 某些程度来讲的话 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 至少从这些动作 都证明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提问 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 专访之后才讲说 如果两岸有问题的话 有争端的话 有冲突的话 他的美军会介入 而这是第五次战略清晰 非常明白地表示 美军会介入 可是这个讲完了以后 今天这个信件就出来了 那我们的外行人想说 我买F-16 本来就应该卖我的零件 本来就应该卖我的备品 你今天卖我零件 卖我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 你说这里面自治书籍 这里面代表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已经变成战略伙伴关系了 对 你看看这个新闻稿当中 其实它是泄露出 美国的一些相关机密 在里面 你比照一下 左边这个新闻稿 它是什么 是2022年12月的时候 当时它卖 2022年的 对 新闻稿 当时它卖F-16的相关的备品 给台湾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并没有说 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 但是你知道 今年来讲的话 其他文字差不多一样 有一句话 真的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 这些所有的设备 它会从美军的库存当中 仓库当中 转移给台湾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说 美国已经授权汉翔公司 在台湾已经有一个 F-16的亚太地区维修中心 而目前整个在亚太当中 有使用F-16的国家 包含南韩 包含台湾 包含新加坡 泰国 还有这个甚至于 潜在的这个国家 就是印度 另外还有 印尼也是使用F-16 你想想看 这些国家来讲 他们并没有维修中心 假设如果说 未来他们要 飞机坏掉怎么办 对 他的领主舰 要换修的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台湾这边来讲的话 可以提供相关的备品之外 也因为这些所有的工程师 将近有一百多位的技术人员 都获得洛克希德马丁的一个 认证授权 而且他们每个手上 至少都有六十几张证书以上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商机是非常大的 同时一个 更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我们的军火库 可以跟美国的军火库 竟然相通连 这一点很重要吗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知道吧 如果美国 以往来讲的话 是协助台湾进行 所谓的防卫型武器 对不对 它是透过一些商转 或是透过一些方式 但是美国它会有隐晦 官方对官方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幕后的黑手 但是前面会有厂商去对接 但是现在不也是了 这是从美国国防部的新闻稿 主动的发布出来 美国的所谓的空军的仓库 直接转移过来 那我想想看 如果今天台湾 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2022年我们已经买了 为什么我们2024年还要再买 难道 你说这个时间太近了吗 太近了啊 我们知道说这个F16 你不可能是每天 在那边换F16的东西吧 唯一的可能性有两个 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东西 一种就是最近这几年来 共军烧了台湾 F16一直上去 可能耗损太多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有没有可能是周边国家 跑到台湾来维修 我们最近来讲 不是常常发现到南韩的战机 常常出现在台湾吗 南韩战机出现在台湾 到底来干嘛了 他不可能说跟台湾那边打架吧 他来干嘛 可能是在维修 可能是在维护 他的备品等等之类的 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汉翔 是不是已经变成 所谓的四级的保修厂 对 或者是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 所授权的一个保修厂 那以后来讲的话 这算不算美国资产 算不算美国的技术 当然算啦 算的话美国要不要保护这里 这跟AI的概念是一样的 他之前F18大黄蜂还来过了 是啊 因为台湾有相关的备品啊 以前在越战的时候 或者是说 以前在台湾的台南机场 都曾经有一些技术车 专门在维修美国的飞机的啊 所以技术人员有了 然后相关备品也有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 至少说不定还每一年 都可以跟美国的军用的仓库 军方仓库来调这些货 那这些货来说 变成是一个例行性 跟平常性的事情 那跟美国之间的这种 军方的关系会 如交似漆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 你只看到说 我们在AI的产业链上面 我们跟美国有一个 供应链的关系 现在难道 在这个军备上面 这个供应链也在形成当中 是的没有错啊 军品的部分也是在形成供应链 我们之前有提到 美国国会 以及美国行政部门 都在思考说 台湾可以协助 包含制造155榴弹炮 不是吗 还提供到一些 比如说国际社会 就使用了 特别是包含乌克兰这个战场 现在美国 洛克希特马丁 可能为了乌克兰的F16 在那边伤老金 到底那边的话 要提供多少 亚太地区来讲 他可能无暇兼顾啊 无暇兼顾什么 台湾来帮忙嘛 所以你看到最近 这一笔交易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赖清德当选 然后就职之后的 第一笔的这个美国军售 代表拜登政府 也是挺戴清德的 第二个概念 可以说 美国的军用军品 跟台湾的军品 是相互联通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随时可能要备战 要应战等等之类的话 基本上就不予匮乏 相关的军品了 是哦 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这个动作不大 但侮辱戏也太强了嘛 今天中国搞了一个 联合力战 2024年的这个演习 说我要惩罚台独 及外部势力 看他讲得多凶啊 我要断柱清云剑 席炎杀手剑 热血爆家园 密封亮长剑 我长剑都亮出来咯 我的陆海空军 都已经动员咯 我做了这么大的动作 我要惩罚台湾 结果 你美国第七舰队 今天这么故意 第七舰队讲说 我今天的随手 在做一个动作 参加一个课程 干嘛 大家在做瑜伽 保姆姐 今天早上 7点45分开始 解放军进行了 这个联合军演 哇 他这里面来说 这个陆海空啊 火箭军全部都出来 重要的武器 全部都搬出来 而且保姆姐 那他怎么样吗 央视还全程Live 就是能够搬上台面的 全部有画面给你看 你看我们怎么样 来惩罚台独 我们要锁链 这个舰链锁台 央视的记者 还特别登上再见 还想说 我后面那就是台湾的岛屿 彭家宇 靠台湾好近 全程转播 结果没想到保姆姐 这个好像 这个国家的所有东西 都出来之后 照理说 如果美国应该非常紧张 就美国这时候 第七舰队他们说 我们现在有一艘 这个航空母舰 到这个地方 没有错 但是呢 我们的水手们 目前正在做瑜伽课程 彭家宇 拖出来 你在做军演 我们在做瑜伽 这告诉你什么 我抓脚在嘴上 我看你在闭嘴 他不在意吗 我还在这边 这个做瑜伽 这样一个感觉啊 中国是用越海杀器 这个越海杀器 里面有踹门神器 炸弹卡车 中华神盾 登陆猛将 东风快递 亮大广宝 我这么大的动作 这样的气势 吓不到人吗 对 没错 你看他哇 这个灭国神器都出来 踹门神器 炸弹卡车 中华神盾 登陆猛将 东风快递 亮大广宝 就是他们的这个 多管火箭炮这样 全部都出来了 亮给你看 越海神器 文轩做得非常棒 然后这下面就是 箭练锁台 锁督 你看他们就是这样 哇 每一个文轩都做得非常狠啊 箭练锁督 对 非常狠 然后还出了这个 刚才宝杰已经练过了 哇 这个还有 隙岩杀手舰 逆风 亮肠舰 对 好都出来了 你看这个 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文轩 可是宝杰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们这次说 要动用非常多武器 对不对 要打击重要的要害 可是问题是 宝杰你知道吗 这个美国第七舰队 做瑜伽 那我们台湾在干什么 台湾股民在买股票 在创新高 然后我们台湾股民在做什么 我们台湾股民在说 新野元 你该死 所以你说台湾只关心 新野元节育的老公 有没有外遇 对 所以那是让这个中国 文轩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宝杰大家都看嘛 你2023年当时的 欢台军演是这样 这一次呢 他把这个 你看这一块领域来说 他把他扭回去啦 也就是说他其实也害怕 会上次让日本不开心 所以这次 号称在我们 他们说我们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在我们领土里面 领海里面弄就好了 我们不会招惹到 不会动用到日本的相关 不会接触到日本相关的 这个土地 好那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在把雷根号上面的 这些官员 我们刚才讲 我们都在练瑜伽 看起来举重弱心 但是美国真的 这么不在乎吗 没有哦 其实美国大概也闻到了 现在不同的味道 所以他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是三进起发 现在的罗智普号 雷根号 林肯号 都已经离开了港口 离开港口 都在一个战备状态 没错 当然第七件 在Paul那个文章来说的话 当然是这个 他跟你说我们 好像不太紧张的样子 但是其实美国 是做足了准备 为什么做足了准备 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 因为5月20号 是我们赖兴德总统就职 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出动了 你看罗斯福号 罗斯福号来说的话 就已经来到这边了 他现在目前为止 在南中国海这个地方 在5月14号 他也是随时准备 可以来支援台湾的一个状况 林肯号来说的话 他出港 出港的时候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还在美国这边 他也是往这个 西太平洋来前进 你有包括说我们雷根号 雷根号目前为止 就在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域 台湾东部 因为他作战范围有500公里以上 所以他可能 约莫可以涵盖到 台湾的这个作战范围 所以他们三艘航空母舰 都同时在 你看 都出港了 5月14号 5月15号 5月16号 都出港 在520之前都出港 来到台湾这附近 另外还有这个 他们目前为止 还有5月17号的 这个美利尖号 在佐世保 他可以扎在 这个F35的这个飞机 就像两栖突击舰 对 所以你看美国 美国也是做准备 他几乎把所有 能够排出来的航空母舰 因为他们真的是 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跟预备的这个状态 而且刚刚讲到的 虽然他们觉得 这不可避免 可是我觉得最夸张的是 他们的F2 居然已经 进驻到日本跟韩国 对不对 四头 美国印太司令 副司令也讲得很清楚 原来双方都已经把 对方的底细摸得很清楚了 原来中国在2023年 在台湾海峡的军业 已经针对入侵台湾 到底要有哪些 海上空中封锁 如何两栖攻击 都已经做了一个准备 而美国现在也做好准备了 而且为什么美国会出动 这个三艘航空母舰 还有一个佐世保 那边有个美利舰要在那边 因为他们知道 这件事情不能够 这个不能够轻视 为什么呢 他说这是印太司令部的 副司令 这个斯卡伦卡 他说什么 他说解放军在2023年 在台湾海峡演练过 怎么样入侵台湾 他说当时有包括说 模拟台湾的海上 还有空中的封锁 两栖攻击 还有反干预的行动 所以他就说 真正发生攻击 不是不可避免 或是迫在面前的 为什么我们要威则 所以为什么美国 要出动那么多航空母舰 就是要震惑你说 你不能够这样做 而且这几天的时候 被他发现到什么 而且有两架来自 从夏威夷飞到 这个韩国的 这个两架F-22 来到这个地方 F-22都出动 对 F-22都来了 那我们F-22的攻击力 是相当强的 而且你知道 这几天的时候 日本摄影师 还去参访 这个恒虚恶基地的时候 他们发现到说 这里面来说 F-22相关的人员来说 还给他一个 他们的背章 他的背章里面 保险你知道 这个也是侮辱性极强 什么叫侮辱性极强 你看 这个飞机穿越什么 这是小熊维尼 小龙维尼 而且他还是什么 他是因为在 背着一个气球 然后在空中飞 然后被这个飞弹 这样击穿 所以这个真的是 所以那个F-22的中部队 进到了这个 恒虚恶的基地 进到了这个 恒虚恶基地里面 上面这个背章 对 是飞弹刺穿小熊维尼 对 没错 然后在盐国基地 还送一个背章 这个背章是什么 你看这是什么 锁定中国的这个 歼20的这个飞机 你看锁定 要把它射落 所以那事实上 这些背章都告诉你 美国现在的这个战略想定 就是针对了 中国而去的一个情形 而且你说 你觉得最特别是 美国有一种大型的舰船 这个舰船 你刚刚讲 我是最好的补给船 对 我也可以在上面 这个所谓的 坐飞机的起降 这个是平常不会动的 而这个刚刚讲的海上基地 现在也到了日本了 对 事实上 我为什么说 美国做出准备 你看这个 这是这几天被人家拍到 它停在盐国基地 盐国基地来说 这是美国最大的 米格尔的基斯号 它叫做机动登陆平台舰 什么叫机动登陆平台舰 你看它这其实 有一个非常大的载台 非常大的平台 非常大的平台 做什么呢 它战争的时候 它可以移动到前线 这就是它的内部 对 它就当成是一个小岛屿的这个状况 它可以停扣什么 它可以停非常多 包括说像这个AH-6的 这个武装的攻击直升机 阿帕7的这个直升机 超级走马的这个直升机 海鹰直升机 然后余英式的这个 这个MV-22的 这个各式各样的直升机 它可以快速的抵达 那个地方之后 快速进行所谓 兵力的这个投放 所以等于是说 它这个是美国人 他们美国目前为止 只有三艘 它这主要是用来做什么 远征基地 它远征基地的时候 从这个地方冲动 然后去攻击你的一个情形 这是一个浮动长城 我等于说 就是我跟中国有所谓的冲突的时候 我可以在最接近中国的状况下 刚刚讲 上面有最大量的补给 上面有最大量的所谓的这个军机 我可以随时启动 对 你看 事实上美国只有三艘 它派了一艘来到这个 这个沿岳基地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美国当然是有做准备 美国都想定了 你看 这是美国的这个想定里面 你看 台湾在这边 我们台湾是横躺的 日本在这个地方 然后美国从美国的视角 怎么看 怎么部署 他们都已经有相关的 我们这个万一台湾被攻击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前进到台湾 然后这个怎么做补给 他们都有相关的这个图形 所以事实上 美国绝对真的 为什么 为什么美国绝对不会轻忽 因为他们真的做了 相当详细的想定 我看到周日新闻讲说 这是美国海军的海洋基地 对 这个是移动的海洋基地 这个移动的海洋基地 现在在佐世保 在佐世保的时候干嘛 台湾有事的时候 它就可以训练参加 所以你知道美国相当多的这个军队 都来到这个地方 那你更不用讲 事实上之前不是美国跟菲律宾在进行 在亚米岛这些地方 巴丹岛进行所谓的肩并肩的演习吗 肩并肩的演习的时候 结果人家解密说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守住蓝羽的这个状况 疑似要守住蓝羽的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他们做的想定是这样 甚至连在这次的作战里面来说 这些所谓的远征部队的前进基地来说 就当成是他们美军的伺候 他们占领了这个岛屿之后 就把这个前线的所有部队的 这个状况往后放给美国的军队 美国再怎么进行下一步的攻击 所以等于是美国都已经在验证 包括说滨海作战团 这可能是万一第一岛链冲突的时候 就要投入的 美国的航空母舰也都来了 美国的这个大型的这个 这个平台舰都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 不是只有你 中国准备的很充分而已 这个动作不大 侮辱心也太想法 中国现在要搞军业 他要威吓台湾 他所有的陆海空飞弹部队全部动员 他的央视的记者还上了战舰 上面的战舰还说 我们你后面看 我后面就是彭嘉宇 结果 美国的雷根号航空母舰 他说他们的水手正在 正在进行一个瑜伽课程 有说法是 美国为什么要po这样的照片 还有 他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刻 做瑜伽 这个中美之间的军事力量的代差 是非常明显的差距 这个其实不用谈 全世界最强大的部队 当然是美军 这个不用去讨论他们之间的 这种对战的可能性 现在反过来应该要看的就是说 解放军到底实际作战的能力有多少 因为历史上有一个很不便的原则 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或是伟大的民族 一定要经过一个伟大的战争 所以中国要变成伟大的国家 不是光靠你的一带一路 或者你很有钱 或者你有很大的资源 你就会变成伟大的国家 不是的 要经过伟大的战争 那当然你在亚洲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跟美国早晚要冲锅 这是休息抵折 限制的基本原则 就像秋秋讲 你要经过血泪跟汗的洗礼 对 那我最近我看到 日本前首相安倍讲了一句 很有他的这个自传里面 讲的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他日本非常有钱 日本在全世界各地 做了非常多的外援的工作 外援工作他发现一件事情 光只有有钱 不能够引起 有其他国家的尊重 所以他拼命要挤进去 要去参加什么 参加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包括做后勤资源也好 不断地要把日本的军力 要把它建立起来 才会变成一个有尊严的国家 你说有拳头才有尊严 当然是这样子 所以首先你的定位 说你是什么样一个国家 你一定要讲座 要改变世界秩序 要重新界定这个世界的新秩序 要做世界的老大 那你要拿两把刷子给人家看 我们再看台海的问题的话 就非常明显的事情 你今天用这种威和的方式 你做了那么多的宣传 央视也不断地报道 所以我发现一个事情 其实他可能是以内销为主 内销 他把内销 他内部的宣传做完就算了 他搞两天 搞两天就算了 没有下一步吗 他要下一步的结果 那个付出去的代价 就比他现在的代价 就可能要到亡国灭种的可能性 这么严重吗 中国之所以中国会亡国 中国大陆会在21世纪 这个国家会遭受到 二等国家的机会 是什么机会 跟美国开战 就是跟台湾 就是因为台湾跟美国开战 不是跟美国开战 跟美国联军开战 美国不会一个国家打 美国在跟中国对战的情况之下 一定好几个国家进来 对不对 那所有的欧美联军 都会进来打他 是跟全世界的主要 西方主要盟国 一起要跟他打 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请问你 中国要变成世界的第一强国 是不是应该经过这种的 这种第一流的考验 铁血的实力 当然是这样子 可是他能够经得过吗 不行吗 他真的有这个力量吗 不知道嘛 对不对 那回到今天台湾的问题 你看到很简单 他今天已经 这个表示 他今天他在台湾 台海的环台演习 一定是跟美军事先 两边通过气嘛 讲过了 因为从去年的11月份 在旧金山跟拜登 有开过会了以后 习近平跟拜登会议 习拜会之后 他们就恢复了两军 美军跟解放军的对话 避免就有插枪走火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是很安全的 因为美军跟他们 已经通过气了 他们知道 不会有插枪走火 坏直讲 他才会这么轻松的 做瑜伽 是啊 那还有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会 中国解放军 中国大陆会要打台湾的理由 是什么理由 是什么时间 有个很基本的理由 是台湾的因素 而造成作战的必要性的话 就是台湾宣布独立 就是中国 就中国大陆 或中国共产党 对统一完全绝望 不得不 他要发动战争 对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还有很多 很多他们的人嘛 对不对 还有很多统派嘛 我今天中午看到一个 两岸的有名学者 他说哎呀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分出来 打这个台独 不要打我们统一的人 还有这种货色 我告诉你 就这种东西 所以我一直说 在很多的理由 这就给他们一个理由 给他们一个理由 不打台湾的理由 他们一天到晚也找理由 不打台湾 那赖清德的政权 在一初期 就面临到这种 这个绝对的考验嘛 那这个考验 到底过关没有 不知道 可是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等于我们的政坛的 各种力量的一个重组 第一次 第一次 有所谓的境外势力 跟台湾的国内势力 然后还有独派的势力 跟美国的力量 重组两边在那边冲撞 明天就是对决的第一步 那对决完了以后 会有什么改变 我们要慢慢看 这个整个效应的发酵 拜登居然突然讲得 非常的明白 当需要保卫我们的盟友 我们的核心利益的时候 我们一向愿意使用武力 这是在讲到台海的时候 他以前曾经讲过 我还会考虑 可是这次居然讲得这么白 为什么讲那么白 因为刚刚讲 现在所有人推估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对这个世界的冲击 是无可估算 而且美国之前本来想要说 我要找地方来取代台积电 我要找地方来弥补这些损失 结果美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想不到对策 当想不到对策就发现 美国最近的态度 完全不同了 包姐这几天的时候 拜登在出现 出席这个西点军校的时候 他讲什么 当需要保卫我国 我们的盟友 我们的核心利益 我一向愿意使用武力 好包姐 他又讲出了 他对比说维护台海的和平 所以他是把台海归入到 这个盟友该有核心利益中 不是你说 美国要保卫他自己的国家 一向愿意使用武力 这没有问题 对 连保卫他的盟友 保卫他的核心利益 接下来谈到台海问题 对 把三个绑在一起了 包姐 台湾是不是核心利益 不是核心利益啊 我们台积电 或是台湾的供应链 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之大 美国现在的第二大全市股 苹果 第三大的这个回答 全部都是靠台湾了 台湾完的话 美国也完蛋 所以事实上美国的核心利益 的确就在台湾 所以你能不能知道 他这是第四度讲 愿意出兵保卫台湾 第四度了 而且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什么 美国国务院 还有美国相关的人 都没有否认这件事情 没有人在否认了 所以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你知道 这次上礼拜不是中国军演吗 中国军演的时候 包姐你知道 我们当然 我们台湾世出画面是说 我们台湾 锁定了中国的这个军机 包括说他们的轰六 还有尖十六 都被我们台湾锁定 对 保卫不是只有这样 中国官方报道什么 我们有这个军机 我们被外国军机锁定 所以显然还有外国军机 在这个地方 他讲他是在南海地区 执行飞行任务 他说飞行员名字都有 叫王中元 跟他的同僚 执行任务的时候 遭到四架外国战机挑衅 什么挑衅 使用火控雷达锁定他的军机 我们知道 当你被火控雷达锁定 就代表 你已经在人家的导弹射程内了 对 所以显然在这段时间里面来说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去锁定他们 还有美国 这个外国大家都说是美国 美国军机在锁定他们 好 那你想说 那难道 所以这几天的时候 才有中国的这个网友说 事实上这个军演 不是中国军演 是美国 还有台湾在军演 我们是很认真的 锁定了中国的这个军机 好 那你要是想说 中国军机 他如果胆敢 如果跨过一步 除了我们F-16 可以轰掉他之外 保姐你知道 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军演的过程里面 我们台湾触动了多少东西吗 我们台湾熊山 熊山来之后 在台中 在乌石港 或是在肯定都看到之外 我们的天空飞弹也出来了 这个天空飞弹是我们的防空飞弹 我们防空飞弹也架出来 确定天空出来了 对 万一说 如果你真的蠢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有相关的动作 另外我们还有陆射的天舰飞弹 陆射天舰飞弹是我们 原本是空对空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陆射版 也可以打击对方的这个飞机 所以就说他不只被我们锁定 他胆养过来的话 真的我们台湾的万箭齐发 可以真的是 形同刺猬岛般的 把它轰下来的一个状况 上礼拜就有提到说 我们这个刺猬岛 每个地方都动起来了 可是当时视图的画面 只看到你的熊山飞弹 熊二飞弹 在那个所谓的停车场 在一些周边的港口附近 就没有想到 现在刚刚讲的 我的天空飞弹 我的天剑飞弹 甚至刚刚讲的大杜山里面 这个天空飞弹 已经就定位了 对你看 这是我们大陆山的七爪阵地这个地方 你看有非常多的 这个天空山的飞弹车 都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台湾上礼拜军演 我们是完真的 中国要军演 我们就跟他对峙的军演 是完真的 反而中国是一直用动画 用影片的方式 在军演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 形容中国这些什么状况 他说中国现在的军机 是被什么 装满子弹的枪口所抵着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F-16B 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你 清楚地锁定你 而在中国 南海本来以为是 我爱照咖 我爱来就来 我爱走就走 所以他们现在越来越清楚的 是两架什么 两架的歼11 两架的歼11是碰到谁 碰到美国的 F-18 被F-18的火控雷达所锁定 好宝姐 事实上这次的中国军演里面来说话 真的被我们台湾 跟美国军方锁定 我们现在讲台湾 我们台湾这次锁定他们了 宝姐你知道 锁定的时候其实中国军机并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我们知道锁定军机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用雷达锁定 另外一种是用什么 雷射锁定 我们这一次 我们的狙击手的夹舱呢 就是雷射锁定 雷射锁定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被雷达锁定的时候 雷达会有雷达波 我相关的人我会知道 那如果假设我们就用雷达锁定 他们的歼16跟轰6的时候 锁定的时候他们会知道 他们的机枪 机舱里面 叭叭叭会响起 警铃大小 我已经被锁定的这个状态 但是这一次他们完全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被 这个所谓雷射夹舱 雷射夹舱就是毫无预警 宝姐简单的来说啦 他就有点像是远程的狙击手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瞄准你 可是他已经瞄准你了 他只要一开枪的时候出去 你是完全挂掉 所以南车的叫做狙击者夹操 对 好 那这个狙击者夹舱可以锁定 50公里以外 也就是说 事实上在50公里以外 我们就直接发射飞弹 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这个狙击手夹舱来说 是过去台湾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公布这个照片 因为告诉你狙击者夹 狙击手夹舱 我们有这个东西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我们锁定你的时候 是你完全不知道的 而且这个非常妙是 以前我们就在锁定 我们也不会公布 第一个我们不但公布了 连美国都不演了 对 美国不演就是我们讲到吧 这是中国的解放军说的 他说他们在这个南海地区 发现到这个4家军机 他们这一次就是雷达锁定 雷达锁定的时候 保杰 他们这些飞行员 直到还被锁定 所以他们还说 我们经过了一番的这个矫战之后 我们脱逃了这个相关的 脱逃 解除了这个威胁 所以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状况是 美国跟台湾都同时 对你中国军机进行一个 锁定的这个状况 而且你刚才讲的 这次不是讲的 中国的网友讲 那根本不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军演 这根本就是你弄了一个机会 让台湾可以作为 这个军事演习的作用 这个可以看出来 我们在中低层的防空 已经做到滴水不漏 对没错 我们都说台湾是刺猬岛 对不对 我们的防空武力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 你知道 我们在中高空里面来说 有爱国 复仇者飞弹 那你有爱国者飞弹 另外一个我们在短层的话 有刺针飞弹 但是中层的话 就是用我们所谓的这个天弓 还有舰二等等的防空系统 尤其是舰二防空系统来说 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演讯 保杰 这个舰二来说的话 就是涵盖中层 我们远一点点是这个爱国者 短层一点是刺针 就是中层的这个飞弹 这一次所有的 你看天弓飞弹都完全出来 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目前为止 天空这个 这个所谓防空飞弹会 涵盖的范围 你看 几乎把我们全台湾整个 我们台湾这个本岛 澎湖 还有金门马蜀 都完全围得非常清楚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这个所谓舰二 可以有效射程是15公里 那爱国者是大概50公里左右 所以完全可以锁定 你包括说像你的定翼机 悬翼机 无人载具 巡翼飞弹 你只要飞过来说 我们完全都可以将你 击中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到 在这个说5月9号的时候 他们还进行过这个 所谓的实弹演习 真的已经命中标靶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命中这个标靶 所以天剑原本是从我们的 这个天剑的防空型的空对空 改成是陆射版的这个状况 还有那个你都不用讲 还有熊二熊三也都出现了 这次熊二熊三都出现在 包括说像巫石港 或是台中港还有在墾丁都出现 所以这次等于是 台湾把我们的空军的实力 还有所有的陆射的实力 完全都展现给你看 我们看到在上礼拜四 礼拜五的时候 中国要挑衅台湾 然后呢不断的跨越台海中线 不但跨越台海中线 一直在逼近台湾 可是当我们把两张照片公布之后 他不来了 会怕还是会怕 为什么会怕 好宝洁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我们都会公布的 这个解放军进入 我们的空域的这个活动范围 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这个在23号的时候 你看他们空域 这个地方都有了 这个地方还有解放军 这个地方还有解放军 然后24号的时候也是一样 哇 越来越夸张 因为还有在东部 逼近台湾 所以他们还飞到东部来 都这样 但是我们公布照片 你们轰溜 这个剑十六被我们锁定之后 保险你看 他们现在就只有在这边 而且他这一次 这一次没有越过台海中线了 就没有来了 所以显剑你知道 也是会怕啦 我们被锁定 尤其是被 我们的电站夹舱的时候 无声无喜的锁定的时候 他当然会害怕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我只要一扣下板击的时候 阵亡的就是你了 好的 当然今天有一条新闻就是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对全世界的影响 大概是5兆美金 160兆左右的一个台币 他要讲 台新金控的首席基金学家 李正元他讲 没有 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数字 是的 他说会到了20兆的美金 对 为什么这样讲 他说如果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 不会只有台湾 北韩会不会攻下来 今天中国会不会去打日本 还有整个南海 会不会 整个也会变成了整个有烟消味 所以是整个第一岛链 会整个战云密布 而且事实上台湾被打下来的时候 不是真的不是只有台湾自己本身 是全世界的经济 大概毁了半条命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台湾的供应链来说的话 是全世界半导体 还有科技产业的重心 日本也是一样 因为日本可能第一个时间 会被中国攻击 南海 北韩也会攻击南海 这三个地方都是目前 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 或者各式一样的生产重镇 三个地方挂掉 就全世界就挂掉 所以为什么美国会那么担心 因为自然台湾就是 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拜登才会在这一次西点军下 讲了第四次说 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 我们绝对会出兵保卫台湾 雨萱 美国要去对付中国 刚刚搞了一把 搞了一个滨海作战团 那滨海作战团 我们只大略地知道说 他们来了是打带跑 西洋山洞下来 西洋山洞下来以后 海马斯下来 海马斯下来了以后呢 上面的火箭带 瞄准了中国 砰 我就给你打出去了 有这么简单吗 现在有更清楚的消息 就是现在不是 美国跟菲律宾搞坚明间吗 不是有很多军事演习吗 搞定它是完真的 他们就直接 让他们的海军陆战队 在这个岛上直接降落 降落了以后 我只给你最基本的粮食水 你再给我呆三天 呆三天 你要进行测量 测量了以后 你要怎么安排你的 这个所谓的起降点 你要怎么样安排你的海马士 你要怎么样进行攻击 原来美国对中国 都已经有一套完美的计划了 对 保雷哥 美国它是用所谓 滨海骑士这个东西来去形容 滨海骑士 骑士什么意思 就是我打游击 对不对 它是完真的 为什么讲完真的 因为它直接把这些海军陆战队 丢在我们讲菲律宾它北部 有个叫巴丹群岛的地方 你说雨萱这个地方哪里重要 因为它是处于南边的异口 中国解放军如果要通过的话 一定要经过这边 所谓的巴士海峡 那你说雨萱 傻那边要干嘛 因为第一 它把所有海军陆战队 对话去的时候只给它三天的时间 说好三天你们这些人没有重型机具 也没有重型的测量 更没有直升机会去帮你 你就是一个人 然后带着你的导弹 带着雷达自己想办法找深入 自己想办法找出路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讲 三天只给你三天的粮食 给你三天的水分 你自己在这个岛上活下来 对保雷哥不只要活下来 你要搞清楚这个岛 搞清楚 搞清楚这个岛要怎么打 理由很简 他说如果我们用一些重型的机具 如果我们用一些雷达 用一些精密的设备 它会有个疑虑 因为离中国太近了 那情况下会干嘛 有被侦测到嘛 因为你躲在这边 就是要让人家神出轨 要搞游击 要搞不对势 要搞突袭嘛 所以他说他们下来之后 第一个任务要干嘛 先找水 所以他们带着这种净水器 他们要去爬出什么 我到底哪里有河川 到底哪里有河流 哪些可以是为我们所用的水资源 把这搞清楚之后 再来弄第二件事情 我可以通过哪些道路 甚至是当地的村庄 有哪些车辆 比如说这些车辆 有这种发财车 可以载送我的雷达 可以载送我的导弹 然后最惨的状况是什么 我要保链 他的保链开始在那边爬到高处 山丘地形哪边 他说我可以距离这个巴士海峡 也是离台湾越近越好 但是说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因为理由很简单啊 他要出其不易嘛 当然整个中国解放军 过来这边的时候 如果连美国 连美军的高层 在这个期间 都不知道这些海军陆战队 躲在哪里 人在哪里 神出鬼没的 中国也不知道 中国也不知道嘛 我让你完全没有办法 心理准备 等于是什么 你想要打台湾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螳螂捕蝉 那请问一下美国变什么了 黄雀 黄雀在后 因为这个黄雀东风西跑 所以他们讲 持这种反舰式的导弹 比如说EAB 连美国都不知道说 这个海军陆战队 我今天这个时间点 下午三点在这边 那我可能五点 我又跑到那边去了 我一直不断地在移动吧 但请问一下 能不能以小博大 可以 当然可以 我就一组一组 他分成一组六个人 一组六个人 那六个人是不是 带着一组导弹加雷达 我等到我要攻击的时候 我才发动我的雷达 开始争取你的目标 打完之后干嘛 马上跑 所以说他必须要 事先先把这个地形规划 在第二个件事情 大型的机具 在进出运行的时候 他都很有可能 会引起太大的目标 甚至被侦察到 所以他变成什么 因为中国也不是吃素的 中国在这边也有雷达 他在空中也有飞机 如果你真的大动 或者是你这个所谓的 动作非常大 中国就会知道说 你怎么进来 你怎么离开 你会把你的所谓的 重要的机具 你会把你的火炮 放在哪里 对 所以他们真的是 名符其实的游击兵队 为什么叫歧视 因为他们等于是 融入当地的军民群充 融入在里面 而且呢 他没有给这些海军战队 任何的叫战手持 就是你下去 凭着自己的作战经验 凭着自己的生存本能 来把这个地形经验 等于说你要当你自己家 摸熟了 摸熟了之后 这个岛屿后来会变成什么 所以这就是美国海军战队 他就把你丢到 跟你讲 本来以为说只有到洋米岛 现在旁边的伊拜亚岛 他也在这个地方 进去了以后 你就给我徒步 你给我走路 然后跟当地的人做关系 做好关系的时候 你该怎么标定 你的武器要怎么办 这三天你要给我搞清楚 对 没有错 而且是利用地形经验 那宝贤跟我访问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的是 雅米岛跟伊拜亚岛 这两个都属于巴丹群岛里面 那我问 整个第一岛链的沿线 也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整个第一岛链里面 有多少小岛 应该有100个吧 那如果每个美军都这样玩 包括我们讲的 日本的宫谷 以及呢 以南的台湾的巴士 对 这些上面的小岛 包括西南出岛 零零碎碎的 有些可能才几千 2500平方公益大 他都可以 全部都变成 美国的临时战略基地嘛 而且海军陆战队 只要一组人杂趣 请问一下能不能对中国产生 非常严重的恫吓效果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啊 所以他等于是全面封锁 因为他们现在战略想定很重要 也就是 如果大陆用A2AD 把整个门关起来 那我们这些海军论队干嘛 我等于是伸一只脚 把这个门卡住 而且在你过去之后 随时我都有可能 从你的后方突袭你 但是我后方突袭你之后 拖慢你的脚步骤 我的友军 又会突破你的A2AD 来到这边 所以这是美国 现在目前整个大战略 但你说这两个岛重要在哪里 各位你仔细看 这个距离有多近 首先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是美菲 这次在4月份的演练 距离台湾多少 160公里 140公里 所以各位 你看到的这个是 与台湾的距离 但我看到的是什么 这是大陆中国解放军 唯一能够通过的海峡 所以这边只要全方面封锁 因为他总不可能 绕到菲律宾这边嘛 那是菲律宾的领海嘛 所以你看他们怎么形容 他说 这个是新岛国战事 新岛军战事 所以你看美国 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造成大陆无形上 难以突破第一岛链 非常窘击 无头 你是最早提出之后 要关注美国现在 他的滨海作战团 已经完全改变了 整个东亚的作战态势 因为国家嘛 我是航空母舰来 航空母舰来了 以后我的军机过来 我的驱逐舰过来 我的路艇过来 你说没有 现在这个滨海作战团 是打了打带跑 打了就跑 那怎么样打了就跑 他今天公布的是 他是非常费功夫的 原来在第一岛链里面的 所有的小岛 美国海军陆弹队 是实打实的 用自己的双脚 带着最简单的机具 在这个所有的岛上 全部都摊查过一遍 不但是摊查过一遍 怎么进攻 怎么退 怎么防守 都有东西了 对 因为长久以来 过去20年的结果 因为这个整个 中共建立的非常强大的 所谓他的导弹部队 对 非 他的火箭军嘛 那这火箭军建立起来的话 他已经部阻了 整个对西太平洋的A2AD 就是A2AD把整个 整个西太平洋封锁 包括台湾嘛 所以他认为他们 开展吹牛说 还有什么东风快递啊 对 能够能够 关岛快递 那主要是针对美军的航母 那美军的航母一艘的价钱 金额不菲 那个是十亿 那个是非常高的金额的预算 的建造 然后舰上的四万兵 总共将近平常五千多个人 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失败 所以美军才发展出来 所谓的滨海作战团 滨海作战团的发展目的 是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他把他的海军陆战队 把他改编 编制成能够发射导弹部队 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改变 他一个非常小的 他可能是一个连的一个兵力 会变成一个飞弹的一个发射部队 他是陆海整个整体的作战 协同作战 然后他不断地在西太平洋 跟菲律宾左右的小岛部分 包括我觉得包括我们台湾 很多默契跟他们应该都建立起来 他就很快速地投射 现在他在菲律宾给你看到的就是说 他有在这个岛屿的作战能力 假设他有碰到有短兵相接 跟陆军相接的时候 他还是有作战能力 但是更可怕的不是这个东西 他更可怕的是自敌之机先 他这个滨海作战团的目的 目的是攻击性的目的 他分散了以后 然后再发展出来就是导弹的射击 他这个射击的话是直接破他的A2AD 就是你中共所有的有可能发行 这种从中程导弹的话 我都有可能把你轰炸到 包括你有所有的高价值资产的 这些的攻击的目标 他全部把你设定好 然后在菲律宾部分更重要 因为菲律宾那边就是所谓的 他中共的潜艇进入西太平洋的 关键的那个预口 关键的入口所在 那那个地方如果开始作战的话 唯一美军抓不到中共的部队的地方 就是他的潜艇 那他的潜艇来讲的话 他可以发射所谓的战略武器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边封锁住 这封锁在这边 再封锁到巴士海峡 这个进出口的地方的时候 那我请问你 他美军的潜艇会不会出现 一定有的美军潜艇 已经同时出现了 所以在这边其实是个立体的 作战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巴士海峡 进出西太平洋的地方 将来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在最近的这个两岸兵凶战围的时刻 有两架飞机被高度重视 第一个是F-22 F-22是美国非常重要 也是最贵重的所谓的战机 F-22是绝对不会外销的 只有美国人才有 这一次他居然干嘛 派了一个中队 约莫18架的F-22 到了哪里 到了普天间基地 到普天间基地很明白的 我就是冲着中国而来 另外就是F-16V F-16V刚刚讲 它是升级 升级了以后 没讲到它的夹仓 可以这么清准地 用镭射盯住中国的战机 而现在 不管是看到了F-16V 你现在不管看到F-22 那是真的能打的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F-16V F-16V其实在过去以来 它的服役时间非常非常的久 但是它的升级系统 一直是系统升级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之后 现在变得非常厉害 而且在过去来讲 F-16V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对岸的飞机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起来半飞 我们就在监控它 现在既然可以锁定它 而且我们自己发布了一个影片 这影片把这个小牛飞弹 Marmaric给发射出去 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有没有这个飞弹 有啊 小牛已经给我们很多年了 但是呢 很少会直接把它拍得清清楚楚 而且还有一个镜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要在发射之前 F-16V可以发射小牛飞弹 Marmaric 而且还在发射的时候 还特地把镜头攀过去 US Air Force 先把这东西拍得清清楚 告诉你说呢 以前我们有没有这个小牛飞弹 我们有 但是呢 我们现在把它直接从 整个武器挂载上去之后呢 然后呢 起飞 然后按发射 直接都PO给你看 让你知道说呢 我们现在 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威慑的能力 好 那这是F-16V 另外来讲 F-22就更神奇了 F-22作为这个第五代的一个战绩啊 以前来说的话 它很多的画面 都是不会释出的 这次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说 你派那么多来 一个中队 18架的F-22 那么多的第五代战机 一起到这个地方来看 然后呢 F-22为什么厉害 你说这个是F-22的架势 对 它上去的时候 要把它这个什么的 它那个数值防压力 对 它把它弄好才能够信得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F-22 它是第五代战机 它的性能太强大了 你人不一定撑得住 如果你的距离到达久的时候 你会昏迷过去 所以呢 你这个裤子 你要把它的协议往下压 压好了之后呢 你才不会因为缺氧 整个昏迷过去 而且它上去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过去来说的话 很多人在讲说 你F-22有什么了不起 对啊 也有 那这个东西 其实上去之后 你看到它 直接往上拔高 汉地拔冲的一个画面 这画面其实是震惊的世界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没有战斗机 可以这样子直接平行 然后直接往上拉起来 拉起来的话 它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从100公尺 到了4500公尺 拉上去之后呢 你现在画面看到的 就是一个落叶飘 为什么 它也会落叶飘 为什么要做落叶飘 因为它虽然 它是第五代战机 它有隐形 但是如果被锁定的时候呢 导弹打过来的话 会追着它跑 可是当我落叶飘的时候 它是真的 把这个动力整个拉掉 它会输35的落叶飘 你的落叶飘下去的话 你的导弹就追不到它 当追不到它之后呢 它可以重新 把这个机头往上拉起来之后 重新从后面来锁定来打你 所以这F-22 为什么它真的是这么厉害 它除了会隐形 除了会超市去作战之外 你真的遇到它 你要跟它缠斗 你可能也打不赢它 好 提会 刚刚讲的 这次大家非常特别的是 我们居然公布了两张照片 我们锁定了对方的 殲16还有轰6 这个他们讲 以前为什么不敢做 难道我讲说顾立雄上来 顾立雄当这个国防部长 真的这么敢吗 对 这是他的起手势 这是顾立雄的起手势 对 你知道以前的 国防部长是这样子的 如果遇到这种军演来讲的话 第一个 记者通常在报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国防部长 进到恒山指挥所 结果这次记者问顾立雄说 你为什么没有去恒山指挥所 他说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国防部已经成立应变中心了 所以所有 顾立雄没有进恒山指挥所 他为什么不进恒山指挥所 我觉得这个事情 跟过往的做法 完全是不一样的 其实国防部已经研究很久了 有一段时间研究很久了 就是说现在都在讲 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 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 灰色地带最好 因为他不跟你打 然后他又不是和平的方法 每天吓你 所以每天在吓你 每天吓你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他全部东西 全部对外公告 所以他为什么要用应变中心 来对付 取代过往所谓的 直接进到恒山指挥所 因为你知道进到恒山指挥所 代表什么意思 就可能要打仗了 那今天来讲的话 就告诉你说 不一定要打仗 不一定会打仗 不一定会打哦 但是问题是什么 对方又来骚扰哦 那怎么骚扰呢 我就放照片给大家看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先成立这个应变指挥所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重要 以往大家在骂邱国阵 什么 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应对他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一次孤立雄 在第一时间 523开始进行军演的时候 他已经对外宣布了 第一级 反应第一级的权力在谁手上 在我手上 他对外直接就说 这国王部长 我孤立雄来做最后的确定 这有一个动作是什么东西 就是安定军心的概念 所有各级部队来讲的话 就知道说 原来最后对国王部长做决定 我不一定要等到总统 我不一定要等到谁 这个讲给谁听的 讲给所有的将军们听的 说我来做最后的确定 你们不用再去跑去找总统了 因为总统已经授权给我了 我就来做这些事情 孤立雄有这么大的权力 非常非常非常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他所有的讯息来讲的话 可以上通到赖清德这边 即使来讲的话 再来一件事我觉得非常重要 你以为F16可以随便都放照片出来吗 当然不行 对嘛 那一定是不是有美国的同意的情况之下 当然 那为什么 我曾经听过说法是说 我们F16要做任何维修 F16连一个螺丝 你要把它给打开 你都要美国同意 更不用讲 要把这个照片给公租于世 是啊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孤立雄应该也取得美国这边的点头 至少不反对嘛 那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就威吓中国说 我今天没有事用社工雷达锁定你 我是用所谓的军机手的那种视野 来放出照片 你看那个照片来讲的话 是白色的框 它不是锁定的红色的框 所以怎么意思呢 它是有区别的 那在这种方式告诉你说 我在你后面 我看到你了 我随时可以打到你了 那这在威吓中国 为什么让他这几天来讲的话 军机不敢过来了 因为你跟我玩真的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的起手势 他起手势非常重要 他让他这个国防部长 当得很有威权权威感 你知道意思吗 就是说整个他集中 你讲说他以前是国安会秘书长 把国安会秘书长 跟整个国防部串在一起 他押注了军方的这一套 也就是说他其实有时候 对外来讲的话 先要巩固内部 那内部来讲的话 大家不听话 那这边唱的调 那边唱的调 你知道吗 就是讲说应变中心 还有第一集的就是什么 这是国防部的联合作战处的处长 一个处长就可以出来这个讲 以前不敢 以前这些处长来讲的话 他们基本上都要等部长 或是发言人去讲 现在代表说孤立雄有授权给他们 你们可以对外去讲这东西 所以显然赖清德的做法 跟蔡英文的做法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这个 以前进恒山指挥所 现在是国防部应变中心 这个应变中心是第一次这么做的 是是第一次这么做的 以往来讲 我们只有在所谓的救灾 比如说地震 台风 那时候会成立所谓的 类似应变中心 而现在国防部这个应变中心 是一改过往进入到河山指挥所 或是原山指挥所的这样的一个 雕准作业程序 而且你刚才讲 现在不是只有F-16B 我锁定你的殲-16 锁定你的轰-6 现在连P-3C 你的所有的中国的军舰 在海边上所有的作为 我也公布给你看 重点就来了 台湾要那么多P-3C干什么 以往马政府的时候 就开始采购P-3C了 有人说这个P-3C 侦查到的所有的资讯 同步的会回传到美国去 所以什么意思呢 其实都在做侦查 现在目前的这个演习动作 当然他这次没有丢飞弹 但是他有实际上 把军舰跟军机派出来 这时候我们用P-3C 去侦查他的军舰 然后用F-16真空 然后去盯着他的一个军机 同时间把所有的讯息 传回到美国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